未婚夫姜绍把我的助理带回来说要跟她结婚,气得婆婆直接给了她一巴掌。 助理舒染泪眼汪汪地躲在姜绍怀里,嘴角却挂着得意地笑,看得我也想笑。 红颜祸水这么给力,计划进展一切顺利,我可不是该高兴吗? 但姜绍作为一个霸总,认为全世界的女人都对她有非分之想,我当然也不能例外。 她轻蔑地扫了我一眼,用眼神告诉我她已经看穿了我外强中干的伪装。 安友怡,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,你识项点,自己退婚吧。 我配合她的表演,无脸痛哭道,好,那我现在就走。 话说得决绝,但我的小碎步刚迈出去,就配合地被婆婆拉住了。 婆婆坚定地站在我这边,冲姜绍吼道,你要是敢辜负友谊,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 姜绍不能在心上人面前丢了气势,于是很有骨气地撂下狠话。 没有人能够左右我的感情,我的心里只有冉冉。 说完霸气宣言,她带着舒染潇洒离开,临走前舒染,还不忘给我递来一个挑衅的眼神。 她以为自己是凭本事,抢走了我的未婚夫,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。 她不过时刻被我利用,用来激化姜绍和婆婆之间矛盾的棋子罢了。 看到他们不欢而散,我偷偷勾起嘴角笑了,抬头时却红着眼睛跟婆婆说对不起。 婆婆,是我亲妈这件事,我是去年才知道的。 从小看尽人心险恶,有人无缘无故地示好,令我非常警惕。 她大概也没料到我会因此怀疑她。 真相很狗血,我妈为了上位必须生个儿子,于是把我换成了同一个产房出生的江少。 江少的母亲是个未婚生子的女大学生,瞒着家里人准备生了孩子往福利院一扔,就当作没这回事了。 我妈是个狠人,刚生完孩子就能用超能力摆平一切,我和江少就这样被她互换了人生。 她代替我成了江家的大少爷,从小要疯的疯,要语得语。 而我代替她被扔进福利院,每天为了吃饱肚子讨好福利院的妈妈们。 现在,我妈熬死了我那个花名在外的扎爹,继承了她的遗产,又想起了我这个流落在外的亲生女儿。 可她不敢跟我相认,就想到了让我成为她儿媳妇的方式名正言顺地补偿我。 她想得很周到,却没问过我愿不愿意。 江少一直以为那是场意外,其实是我妈设计把她灌醉的。 虽然那天什么都没发生,但我还是配合我妈演了一出桌奸在床,顺利成为了江少的未婚妻,住进江家。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,包括我妈。 订婚后,我就从实习生破格提拔成了总裁秘书,江少反对也没用,谁让我妈才是董事长呢? 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后,江少对我还算满意,但这一切自从书染成为我的助理后就变了。 书染是个特别的清纯不做作的女人,还总能无意间跟总裁擦出暧昧的火花,简直就是霸总言情里的标配女主角。 都说霍水误国,书染就是我特地给江少挑的霍水,目前看来一切顺利。 江少果然是个霸总,前脚跟他妈霸气宣言,后脚就把心上人提拔成了总裁秘书,而我则变成了书染的助理。 这熟悉的套路,真不愧是我妈亲手养大的儿子,颇得她的真传。 书染一招翻身小人得志,也不再装傻冲愣了,整天在公司里遗址气势。 手当其冲,就是把我使唤得团团转,当然其他人也都没能幸免,被殃及持余。 偏偏江少就跟眼瞎了一样,默许她的胡作非为,惹得公司里怨声载道。 书染是我亲自招进来的实习生,我当初招人的标准除了要符合江少的审美,就是专挑美脑子的花瓶。 书染也不负所望,卯足了近折腾我的同时,还把公司一笔两千万的订单给折腾没了。 得到这个消息后,江少第一时间不想着怎么补救,而是跑来威胁我。 安友怡,你必须替染染被这个黑锅,否则我就开除你。 江少冲进来得太急,没想到我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人,正是我妈这个董事长。 我妈是听说了我被疏染为难,特地来给我撑场子的,没想到正好撞上江少跑来威胁我。 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,她气得差点绝过去,二话不说,先给了疏染一个巴掌,力道之大,直接把人给打趴下了。 为了这个蠢货你,竟然想让友谊替她顶罪,你是不是也被传染脑子坏了? 江少跟她那个未婚生子的妈一样,是个恋爱脑,心疼得扶起舒染冲,我妈吼了回去。 冉冉是我的真爱,别说两千万,就是两个亿,她也值得。 于是舒染的脸也不疼了,抬头与江少深情凝望。 多么霸总的台词,多么感天动地的爱情,我妈感动的脸都黑了。 作为未婚妻,我这时候当然得有点反应,于是我哭着对我妈说,阿姨,既然江少和舒染是真爱,我愿意解除婚约成全他们。 舒染的眼睛瞬间亮得像两盏灯泡,看她的样子可能还想给我鼓个掌。 她注定要失望了,我妈不但不答应,还把我提拔成了董事长秘书。 她对江少说,以后公司的任何重大决策,你都要通过友谊跟我汇报,再做决策。 看着江少敢怒不敢言的憋屈样子,我顿觉通体舒畅。 升职加薪是件好事,我转头就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我的金主。 魏子玲是对家公司的总裁,一个野心勃勃的真霸总,也是我的金主爸爸。 在我成为总裁秘书后陪江少参加的一场商业宴会上,她一眼就在茫茫人海中看中了我。 然后找了个时机亲自跑来收买我,让我成为她在江市公司的内应。 她的原话是,你看江少的眼神比我很多了,不如跟我联手合作搞死她。 虽然她眼神不错,但人心隔肚皮,我本来不想答应的。 可是她给的钱那么多,实在是让人无法拒绝呢。 魏子玲顺势约我下班后吃饭,我猜她是想从我嘴里套消息,但看在美食的份上还是答应了。 果然,等饭吃得差不多了,她就开始问东问西,尤其是江少和我妈对我的态度,大概是在猜测我有没有背叛她。 最后她直接问道,虽然我给的钱不少,但嫁给江少后整个江家都是你的,你就没有一点心动。 我叹气说,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大饼,握在自己手里的东西,才能让人安心。 魏子玲也不知道是信了还是没信,离开前对我说道,放心,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。 这是当然,我也不会亏待我自己。 就是不知道等事成之后知道真相,她会不会买凶锥杀我。 短短几天,我就从被欺压的小可怜姚身仪变成了手握上方宝剑的钦差大臣。 我这人这么小心眼,当然是以牙还牙,开始变着花样折腾疏软了。 文件格式不对,重做。 数据不够清晰,重做。 阐述不够明白,重做。 舒染刚被折腾了一天,江少就坐不住了。 他冲进办公室,指着我的鼻子骂道,你别得寸进尺,再敢欺负冉冉,我饶不了你。 从前江少也算是个聪明人,怎么谈个恋爱,把脑子都谈没了。 我无奈地说,江总说笑了,总裁秘书连一份表格都做不好,不打回去重做。 难道还指望我替他做吗?江少被我气笑了,安有仪你,不过是个外人,别拿着鸡毛荡令箭。 我才是江氏的继承人,你最好记住自己的身份。 谁是外人还真不好说,但我确定这个江氏你是继承不了了。 我笑着说,如果江总是来替舒秘书求情的,那就好好求我吧,否则我可要公报私仇了。 江少也被气得快要绝过去了,舒染事实出现,委屈愤怒地指责我,我跟阿少是真爱,他根本就不爱你,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们呢? 他说得那么礼不直气也壮,我都怀疑自己真的做了什么过分的事。 我实话实说,因为他是我的未婚夫,而你只是个小三啊。 舒染大受打击,一下子看上去比江少还要严重,仿佛随时都能昏过去。 江少这个护花使者被我的出言不逊彻底激怒了,发誓一定要和我解除婚约。 为了达到目的,时隔多天后江少主动回了江家。 他威胁我妈,我和安友怡之间你只能选一个,有他没我,有我没他。 一个是工具人假儿子,一个是满怀愧疚的亲女儿,我妈两个都想要。 于是他把江少囚禁在家里,准备棒打鸳鸯,用五百万打发走舒染。 可舒染却看也不看五百万的支票,哭哭啼啼地对我妈说, 阿姨,我和阿少是真爱,你就成全我们吧。 我妈没忍住,直接一杯咖啡泼在了她脸上。 毕竟舒染不是在竞争她的儿媳妇,而是抢她女儿未婚夫的第三者。 我妈那对她有好脸色才怪。 但舒染是个有大志向的,任凭我妈如何威逼利诱,也不肯为了五百万放弃整个江家。 真不愧是被我选中的女人。 但这回我妈下定决心,只要江少不松口就一直关着她,江少干脆绝食抗议。 我是挨过饿的人,知道饿肚子的滋味有多不好受,当然要让江少深刻体会。 自从订婚后我就住进了江家,虽然不和江少一间房,但阿姨得到我妈的受益已经把我当成了家里的女主人。 我特地吩咐阿姨收拾江少房间的时候一定要仔细,不能放过每一个角落,果然搜出来一堆被撕藏的水果零食。 我一看都是些女生会买的小零食,就知道这是舒染的主意了,就是不知道等江少饿得怀疑人生的时候会不会问候她全家。 江少不愧是爸总,硬生生熬到了第三天晚上才昏过去。 当她睁开眼睛,看见医生守在自己床边,还以为我妈终于被她逼得屈服了,不由常常地松了口气。 可我推门进来告诉她,这一瓶营养液可以维持三天,阿姨说你可以继续绝食,不用怕会被饿死。 我说完,把手里的白粥放在床头,在她想要杀人的目光下,湿湿然离开。 笑话,我妈当年连亲生女儿都能舍得扔了,还会舍不得饿她这个假儿子。 等一会儿阿姨去收碗,果然只剩下一个空碗。 哎,她怎么不争气点,再多饿几天呢? 江少这个护花使者不在,舒染石像的埋头当鸵鸟,但我怎么会因此放过她呢? 我一向会做人,反之舒染平日里没少仗着江少的是狐假虎威,这下就迎来现世报了。 她本来就什么都不会,连被人下套都察觉不出来,工作上频频出事故。 别说工资了,她被扣钱扣得得到赔公司不少钱。 眼看着入不敷出,又迟迟没有好消息传来,舒染终于忍不住找到了江家。 其实江少就是饿过头了,条例两天就恢复了,她拖着迟迟不回公司,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舒染。 毕竟信誓旦旦豁出性命,也要让舒染名正言顺的人是她,禁不住饿半途而废的也是她。 所以猛地一看见舒染,江少下意识地反应竟然是想躲起来。 舒染不可置信地质问她,阿少,难道你变心了吗? 江少仗红了脸否认,我没有,然然,我心里爱的只有你。 可我妈被安友宜洗脑了,就算看我饿死也不肯取消婚约。 她咬牙对舒染说,然然你放心,就算是跟我妈断绝关系,我也绝对不会辜负你的。 公司的股份可都握在我妈手里,江少虽然也有些积蓄,但跟江家的一切相比那些只是九牛一毛。 舒染可不傻,从她不要五百万支票就能看出来是个目光长远的。 她立刻劝江少,你别冲动,你们到底是亲母子,你妈不可能真的不管你, 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在从长计议吧。 然后,她可怜兮兮跟江少告状,说自己已经被我扣得没钱吃饭了。 江少果然不负所望,立刻意气风发地带她去吃大餐。 可惜他们不知道,我从扣安友宜工资的时候就料到这些,早就让我妈把江少的卡都停了。 等他们吃完饭结账的时候,收银员把每张银行卡都是过了。 最后委婉的提议让江少用现金致富。 可江少的钱家里是从来不放现金的,这下就尴尬了。 两个饭店保安接收到收银员的眼神,暗示上来堵在门口,显然是把他们当成吃霸王餐的。 用我的卡,我来买单。 关键时刻,有人施以援手,江少刚松了口气,转头却见好心人竟然是死对头魏子灵,脸色顿时黑如锅底。 他很有骨气地拒绝了,把你的臭钱拿开,不要用他来侮辱我。 魏子灵取卡的动作一顿,意味盎然地问他,你确定真的不用我帮你付? 江少刚想说,有的是朋友抢着帮自己买单,就听舒染难堪地凑在他耳边说,阿少,快点走吧,已经有很多人在看我们了。 江少这才注意到周围看好戏的目光,还是决定闭嘴让魏子灵侮辱了他。 临走之前,他恼羞成怒地对魏子灵说,把你的卡号发给我,我会十倍还给你的。 魏子灵无所谓的白手道,不必了,就当我日行一善。 说完魏子灵就留下暴跳如雷的江少上车了,我忍不住在后座给他竖起一个大拇指。 今天是我例行汇报工作的日子,魏子灵已经习惯每次都要被我敲一顿了,主动带来我吃这家最近新开的米其林。 可惜碰上倒胃口的人,只能另外换个地方。 介于我最近靠着第一手资料有重大立功表现,魏子灵让我自己挑地方,于是我就挑了一家私房火锅。 魏子灵看着我边吸溜边吃得过瘾,嘲笑我又菜又爱吃。 我不甘示弱道,魏总可能不知道有一种说法,说怕辣的男人将来肯定怕老婆。 魏子灵被我不屑的眼神激怒了,撸起袖子,开始跟我拼辣。 没想到她居然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,特辣锅也能吃得面不改色。 魏子灵在我敬佩的目光下,巨傲地说,我妈是四川人,这种程度的辣锅在我们家都上不了餐桌。 果然这才是深藏不露的真大佬,江少那个恋爱脑迟早要凉,我得抱紧这根大腿。 对于江少来说,钱只不过是卡里的一个数字,从来不存在有没有,只在于有多少。 但她知道这是我妈为了逼她跟舒染分手的手段,所以很有骨气地忍住了。 于是接下来的半个月江少捏着鼻子老实上班,舒染也争取不被扣工资。 他们突然这么听话,我竟然觉得有些寂寞。 坚持了半个月,终于等到了发工资的这天。 江少的五十万工资到账,两人刚到餐厅准备庆祝时又来了一条扣费短信。 是江少那辆豪华邮轮的季度护理费,正好也是五十万元。 工资还没午热,转眼被没了,只剩下舒染那少得可怜的四千块工资,庆祝是没法庆祝了。 对江少来说是有钱银水宝,反正家里什么都有,她平常也没什么其他花销。 但舒染就不一样了,她就跟所有霸总言情里的苦情女主角一样,有一个好赌成性的妈。 舒染的工资也没能捂热,就被她妈偷走了。 她终于意识到江少靠不住,决定自力更生。 舒染的计划简单粗暴,趁着公司周年庆的时候在我的饮料里下药, 再准备好肩膚等着抓我出轨的现行。 我要是闹出这样大的丑闻,婚约肯定是要作废了,她正好趁虚而入。 这种场合,我作为董事长秘书肯定要跟着应酬,喝两杯是在所难免的, 所以也没喝出那杯掺了料的橙汁有什么不对。 等我发现异样的时候已经晚了,身体粘软无力,一个服务生强行要带我去休息。 我实在是没力气,连大声呼救都做不到。 其他人都以为我是喝醉了,在胡言乱语,没人察觉我在被人挟持。 酒店楼上一整层都被公司包下来供客人休息,眼看着服务生就要把我带进房间里, 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。 魏子玲冷冷地问服务生,你要把我女朋友带到哪儿去? 服务生被看得一个机灵,丢下我,转头就跑了。 魏子玲把我带进她的房间,她以为我只是喝醉了, 没想到把我放在床上的时候我不由自主搂住了她的脖子。 她看见我阴晕的双眼和飞红的脸颊,一下子明白过来,眼神立刻就变了, 不但没有拉开我的手,反而凑近问道,要不要我帮你? 我点头,勉强说道,拜托你,帮我,放一浴缸冷水。 我泡了几个小时的冷水,整个人都跟虚脱了一样, 直到天黑了才终于从浴缸里爬出来。 我就这么湿淋淋地报了警,警察很快根据监控把服务生抓来问话, 收钱办事的服务生立刻就老实交代了, 正在跟江少妖精打架的舒染被警察破门而入,衣衫不整地带走了, 正好跟赶来接我的我妈在警局门口狭路相逢。 我妈忍无可忍地抱揍了她一顿,江少想阻止也挨了几下, 我在旁边看得痛快,就差一把瓜子。 人证物证都在,舒染没法抵赖,暂时被看守所积压,准备庭审量刑。 江少知道舒染这次闯大祸了,也不敢劝我妈,只能撕下来找我要谅解书。 安友怡,你要想让我娶你,最好乖乖按我说的做。 要是冉然有个三长两短,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 我翻了个白眼,简直无话可说。 江少却拦住不让我走,大有死缠乱打的架势。 我冷笑道,找小三的是你,犯罪的是舒染,我有什么可被你原谅呢? 江少黑着脸,最后做出让步,只要你肯放过冉然,并且保证以后都不难为她, 我就给你江夫人的名分。 但她紧接着又说,但我的心永远都在冉然那里,你休想拆散我们。 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能把脚踏两只传说得如此清新脱俗。 我讥讽道,你可真是个情圣。 江少居然没听出来,一脸沉痛地说,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冉然,她肯定会原谅我的。 我连白眼都懒得翻了,告诉她,听说人只喝水不吃饭,可以坚持七天。 正好离庭审还有一个星期,你要是能做到,我就出谅解书怎么样。 江少在长达一分钟的沉默后,扔下一句,你真是个恶毒的女人,就落荒而逃。 看来,她上次是真被恶怕了,连真爱都没办法战胜恐惧,那舒染就只能去坐牢了。 最终舒染因为唆使犯罪,但并未造成重大伤害,只被判了三个月的刑期。 但实际上,她只在派出所待了不到二十天,就申请到了保外就医,因为她怀孕了。 舒染以为这个孩子是她的救星,是她扭转败局,嫁入豪门的钥匙。 可江少都不是我妈的亲儿子,舒染肚子里的孩子自然也跟我妈没关系,她这算是配错了钥匙。 那天雨下的,就跟一瓶找她爸要钱那天一样大。 舒染跪在江家门外求我妈让她肚子里的孩子认祖归宗,可她却不知道,只有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才是江家的血脉。 她肚子里的可跟江家一点关系都没有,乱认得哪门子祖宗。 我妈铁石心肠不为所动,但江少看不下去了。 她可是要当爸总的男人,怎么能任由自己的心上人怀着运贵在雨里。 江少要冲出去的时候,我妈告诉她,今天要是出了江家的大门,你就不要再回来了。 江少很有骨气地扔下一句,妈,你一定会后悔的。 然后毅然决然,奔向了她的真爱。 我在楼上替他们的爱情鼓掌,只希望江少能说到做到,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。 江少离开江家,自然也失去了江市总裁的位置。 我妈年轻的时候太拼,这两年身体不行了,才把公司全权交给了江少。 现在江少为了爱情,选择放弃家产,就只能由我妈重出江湖。 但她身体不好,很多时候都是力不从心,于是我这个董事长秘书的职权也就越来越大。 董事会的意义都被我妈压了下来,她当然相信我这个亲生女儿,我也自然不会让她失望。 我们本就是血脉相连的母女,自然越来越亲密,甚至约定将来一起去环球旅行。 那段时光简直像是偷来的,对我来说美好的不真实。 每天晚上,我都射不得合眼,生怕醒来发现只是梦一场。 而江少也在持续关注江市集团的消息,没有看到公司如她预想中的一样乱套,反而更加欣欣向荣,她终于慌了。 江少当初让我妈不要后悔的时候,也不全是凭着冲动,正是因为清楚我妈的身体情况,她才敢威胁我妈。 可她漏算了一个我,所以威胁变成了笑话。 江少越来越暴躁,她终于意识到江市离开她,照样风生水起,而她离不开江市就什么都不是。 哪怕她名下的几套房产和存款数目,已经是大多数人奋斗一辈子,也得不到的。 可站在楼顶高高在上,俯视众生惯了,怎么能接受自己变成需要抬头仰视的人呢? 她甚至不敢开机,害怕跟从前的朋友联系,巨大的落差会让她的狼狈无所遁形。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,舒染的毒鬼母亲找上门,江少不知情地把人请进屋,然后就被赌债缠上。 江少虽然厌恶,但看在舒染怀孕的份上一次次都给还了,没想到麻烦越来越大。 有了提款机,舒染的母亲玩得越来越大,直到江少也终于力不从心。 第一次跟舒染发生了争吵,然后吵架就行,变成了家常便饭。 无论舒染如何发誓,保证下次绝对不管了,但等他妈一卖惨,就又心软。 直到有一天,中介带着人来看房子,江少才知道舒染竟然偷偷把几套房子的房产证都给了他妈,现在全被输个精光。 江少终于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。 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,江少激动之下推了舒染一把。 舒染正好撞在了尖锐的桌角上,就这么流产了。 江少把自己剩下的钱都留给了舒染,然后失魂落魄地回到江家,但江家的大门已经不再随时为他敞开。 他就跟当初的舒染一样,跪在门口祈求我妈的原谅。 他跪了一夜,我也在窗前站在一夜。 他在赌我妈的心软,我在赌我妈的愧疚。 然而天亮的时候,我看见我妈亲自出去把他带领进家门。 然后我妈宣布,江少重新任职江市总裁,而我又变回了他的秘书。 好像兜兜转转,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 对江少来说,可能是结束了一场噩梦,对我而言,却是美梦破碎。 明明这段时间,我比江少做得更好,更让他满意,我以为他应该有所动摇。 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江少,选择了隐瞒真相,选择了继续委屈我。 二十五年前被抛弃的时候,我没法做选择,但今天的我可以。 我妈想把婚期定在三个月后,我同意了,江少也答应得痛快。 她绝口不再提舒然,甚至会尽心安排跟我的约会,学着当一个称职的未婚夫。 试穿婚纱那天,她问我想好了没有,我缓缓勾起一个笑容,说,早就想好了。 我还没来得及脱下婚纱,江少就被一个工作电话叫走,只留下我一个人。 然后是衣间里突然闯进来一个男人,把我按在墙上冷着脸说,你可别说你真要跟江少结婚。 来人当然是魏子玲,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不说话,他终于受不了暴走了。 我只是让你打听江氏的消息,没让你真的嫁给江少。 我冷冷地说,魏先生,我们只是前或两期的合作关系,你现在的行为已经越界了。 魏子玲看起来简直想掐死我,但她舍不得,最后只能憋着一肚子火落荒而逃。 我最后一个人回了家,我妈正在家里喜滋滋地亲手写婚礼邀请函。 有一瞬间,我在心里告诉自己算了吧,过去的都过去了。 可当我看见邀请韩上的名字时,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噩梦里,密密麻麻的恨意不可抑制地在心底滋生。 我妈还在笑着对我说,我想着婚礼上你没有娘家人来也不好,就想请福利院的院长夫妇来,你觉得怎么样? 我也笑着说,好啊,妈你做主就好。 我妈更加高兴了,天真的问我,你这么多年一直忙于工作没能回福利院看看,应该也很想念他们吧。 我盯着她的眼睛回答,是啊,现在院长妈妈不会再用挣扎我了,院长爸爸也不会打我出气了,我还挺想念他们的。 我没去管我妈的脸色如何,自顾自地接着说,把我的头按进托地桶里的王妈妈,冬天把我关在外面的杨妈妈,还有美顿直许我吃半碗饭的陈妈妈,把他们也都请来吧。 我妈脸上已经毫无血色,震惊地喃喃道,这怎么可能? 她以为每年往福利院大把大把地捐钱就算是间接抚养我了,却从未想过这个世界上还有藏在善意下的阴暗。 院长的女儿曾经是我最羡慕的人,她不会跟我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,还有穿不完的漂亮裙子和一屋子的玩具。 更重要的是她有爸爸妈妈,摔疼了有人红,被人欺负了有人撑腰,害怕了有人依赖,这些都是我可望不可及的。 我妈把这些都给了姜绍,因为姜绍可以给她带来更多的礼仪,所以她当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我。 后来我又给了她那么多次机会,可她一次都没有选择我。 我听见了我妈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,却没有停下来。 我还在笑着说,还有那些曾经剪我的头发,逼我吃纸喝脏水的同学们,勤工俭学时对我动手动脚的饭馆老板,把所有因为我是孤儿欺负过我的人都请来。 我盯着我妈的眼睛,一字一句地说,让她们都来看看,其实我是有妈妈的,只是她不要我而已,对吗? 我的话说完,我妈已经是泪流满面了,捂着胸口一副快要喘不上来气的样子。 我没有流一滴泪,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哭得太多,渐渐就明白了眼泪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。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,因为每一个人肌挨饿,被人欺负或者是受了委屈的时候,我的眼泪从来都换不来一丝的关怀和改变。 自从知道她就是我的亲生母亲的那一天起,剩下的眼泪就在一日复一日的等待中熬干了,终于不再对她抱有期望。 想说的话都说完了,我转身往外走。 身后传来,我妈崩溃地呼喊,听起来是那么痛苦,那么可怜。 可人做错了事,就要付出代价。 离开江家后,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,好像突然获得了自由,却又不知道能去哪儿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渐渐意识到身后有一辆车一直在跟着我,转头就看见驾驶坐上魏子玲的臭脸。 自从上次她被我从试衣监气走后,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。 现在这样毫无防备地突然见面难免有点尴尬。 我们莫名其妙地对视了很久,最后她烦躁地下车把我拽进了车里。 我一边系安全带一边对她说,我不值钱的,绑架也没有人交赎金。 她咬牙切齿地说,我交。 我愣住了,问她,什么? 她瞪着我说,下次如果被绑架了,记得让绑匪打给我,我给你交赎金。 我脑子一抽,突然说了句,应该让我未婚夫来叫。 车里的气温瞬间冰冻,我实相地闭上嘴,在风驰电车间默默握住了车门上的安全把手。 没想到魏子玲最后把车开回了她家,没想到正好撞上她妈亲自下厨炖火锅。 更没想到我最后会坐在她家餐桌上一起吃火锅。 魏子玲没骗我,上次的火锅辣度跟眼前的比果然是小屋见大屋。 我只能硬着头皮拼命喝水。 最后魏子玲看不下去,让人往一边的鸳鸯锅里兑了一些高汤,总算是可以接受了。 魏夫人摇头叹息,小安你这样不行,吃不了辣是管不住男人的。 魏子玲撇了撇嘴,似乎小声吐槽了句什么,可惜我没听清。 吃完饭后,我不好意思再留,魏夫人让魏子玲送我回家。 一路上,我们俩都没有说话,最后车停在了江家门外。 我问他,你想要江是吗? 魏子玲皱眉问我,你这话是什么意思? 我摇了摇头不再多说,准备下车。 魏子玲突然抓住了我的手,他没有转头,目视前方,话却是对我说的。 如果我让你不要跟江少结婚,你会不会听我的? 我挣脱他的手腕,达菲所问道,为了感谢今天的火锅,过两天我会送给你一份大礼。 既然得不到,那就毁掉吧。 我刚进江家大门,一阵轰鸣声伴随着急促的刹车声,江少的车头堪堪擦着我的膝盖停下。 江少抓着,我就往车上带,我下意识地想要挣扎,却被他的一句话震住了,呆呆地跟着他上了车。 江少说的是,快去医院,妈要见你最后一面。 我妈心脏不好事,老毛病了,不能受太大的刺激。 当时她急着出去找我,结果心肌梗塞,半路出了车祸。 我曾经以为如果有一天她死了,我会很痛快或者很痛苦,可现在我却异常平静。 平静的简直就像是一潭死水,任平周遭天翻地覆都不会起一丝波澜。 我妈浑身是血地躺在手术台上,医生已经放弃了抢救,她真的就是撑着一口气在等我来。 我覆耳凑过去,听见她微弱地说了一句对不起。 我张了张嘴,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说没关系吗?怎么可能真的释怀? 说我恨你吗?现在好像也不恨了。 就在我纠结的时候,江少突然大叫了一声妈。 我猛地起身,才发现她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 有句话说得很对,你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到来。 突然之间,我又成了过。 我把两份亲子鉴定摆在江少面前的时候她很平静。 她说,我重回江家那天妈就都告诉我了,这是她的遗嘱。 除了江是10%的股份和两套房子外,其他的都留给了你。 我愣愣地看着江少,像是突然听不懂她说的每一个字。 妈说她对不起你,也没有勇气面对你,所以只能期望在死后得到你的原谅。 执意让我们结婚,也是因为她和爸的婚姻失败,让她认为利益捆绑才是牢不可破的。 她做一切是想弥补你,希望你能在她的语意下无忧无虑地过完下半辈子。 我浑浑噩噩地走出公司,有很多人在跟我说话,可我什么都感觉不到。 像是突然被封闭了无感,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。 我突然想起她临死前说出对不起后的那几秒,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。 仿佛无根的扶平,再等一处寄托。 或许不必说没关系,或者我恨你,只要叫她一句妈妈就好。 脚下突然踩空,我跌进一个熟悉的怀抱里。 眼泪毫无征兆地落了下来,我像是解除了情感封印,抱着魏子玲嚎啕大哭起来。 我终于能够哭出来了,可是已经晚了。 人做错了事,就要付出代价。 我曾想把要江少和我妈的亲子鉴定当作大礼送给魏子玲,让她如愿搞垮江市。 但是我现在反悔了。 毕竟我继承了我妈的大部分遗产,包括江市63%的股份。 身为新任董事长,我把公司委托给了江少管理。 以后她干活,我坐等收钱就行了。 但魏子玲像个影子一样,无处不在,追着跟我讨要她的大礼。 我真想穿越时空,回去捂住自己惹祸的嘴。 后来,我在机场大厅的显示屏上看到了福利院被曝光的新闻。 院长夫妇和多名保育员因虐待儿童等多项罪名被依法逮捕。 听着周遭群众的唾骂,相信这些人就算将来有一天能从监狱里出来,这一辈子也已经毁了。 我收回目光,正准备去安检,就一眼看见了匆匆赶来的魏子玲。 倒不是我眼神有多好,而是这家伙搭扮得就像枝开瓶的花孔雀,让人想不注意到都难。 没想到魏子玲气势汹汹地走到我面前,突然膝盖一软就跪下了,还是单膝下跪。 然后她从身后便出一大捧玫瑰花,红着脸对我说, 友谊,我喜欢你很久了,请你做我的女朋友吧。 虽然我妈已经不在了,但我还是想完成跟她的约定,出去看看世界。 至于魏子玲,我实在是被缠得没办法了,才会答应带她一起去。 没想到她竟然会在机场当众表白,这么潦草敷衍地表白我当然没有接受。 但我是个眼狗,所以最后还是带她一起踏上了环球旅行的旅途。 魏子玲好像一点也不怕自己的公司会倒闭, 每天除了陪着我吃喝玩乐,就是坚持不懈地进行她的表白大业。 在她第27次在沙滩上表白的时候,我勉强接受了。 当然,这跟她只穿着一条泳裤的完美身材没关系。 我可不是那么肤浅的人,主要是被她的真诚打动了。 身为一个富婆,美时美景,美人都在眼前, 接下来就是没凶没臊的幸福生活了。 直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,当魏子玲得知我就是那个神秘的江市董事长后, 她悟了。 原来这就是你当年说的大理,老婆,你的良心都不会痛吗? 怪不得结婚的时候,我签离婚就净身出户的协议你还不同意? 所以现在离婚,江市和卫市就都是你的了,你该不会骗婚吧? 我摸着老公已经悄悄爬上皱纹的脸,笑盈盈地告诉她, 乖,所以你要好好健身保持身材,公司的事情就放手交给儿子,操心多了老得快。 毕竟我是一个眼狗,你要是中年发福了,我可能真的会忍不住踹了你。 老公凶狠地扑了过来,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饱刀未老。 爱,这就是富婆的烦恼。 和傅恒结婚的第三年,明恋她多年的青梅突然跳了楼。 理由是她不爱她,所以她要用死的方式让她后悔。 于是,她成功了,傅恒真的疯了。 不仅整日浑浑噩噩,酗酒度日,还要对我使用冷暴力,捅我厉害。 可后来,当所有事情真相大白后,她又后悔了,来求我复合。 一,在接到谭倩家里人打来的电话时,我和傅恒正在电影院。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,彼此都觉得奇怪,谭倩虽然经常爱干电话骚扰的事情, 但她家里人会打来的次数,确实要少很多。 估摸着是有什么正经事,傅恒犹豫了几秒,没有挂断,对我道,老婆你等我一下,马上就来。 我眨了眨眼,现她一副紧张怕我误会的样子,笑出声,没关系,快去吧。 你老婆我哪有这么小气? 电影还要五分钟就要开始了,早去早回。 说吧,我先进去,心里也颇有些烦躁。 不是不信任傅恒,而是一听到谭倩这个人的名字,就会下意识地心烦。 结果没走几步,傅恒就追上来了。 我惊讶到,这模块就说完了呀。 就现她的脸色有些阴沉,语气有些不好,是谭倩。 她知道我不会接,就用她妈的手机打给我。 让我现在去献她,不然她就要去跳楼。 说完,她冷笑一声,第三次这样了,又拿自杀威胁我。 老婆我们走,不用理会。 说吧,就强势地牵着我往里走。 我皱了皱眉,想到谭倩此刻闹跳楼的事情,隐隐约约,觉得有些不安。 但最终还是莫说什么,在傅恒十分糟糕的脸色下同她一起看完了电影。 结束时,我默默地想,这真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次约会。 二,我和傅恒是在大学时对彼此一见钟情,然后恋爱的。 期间,我其实并不知道谭倩这个人的存在,也不知道傅恒和她是青梅竹马的关系。 因为傅恒只和我介绍过她家里的情况,但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谭倩。 直到有一次我在咖啡厅和朋友酗旧聊天时,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女生发了风一般朝我走来,然后将我的咖啡泼到我的脸上后。 我才知道,傅恒有着这么一位爱她极端又偏激的朋友。 当然,我在当天毫不犹豫泼了回去,一点亏莫吃。 只是没忍住回家时,还是将火发给了傅恒。 然后,在她沉默很久,我忍无可忍决定分手时,赶忙一遍又一遍同我道了歉。 并一五一时地告诉了我关于谭倩的情况,谭倩是谭家老来得女,因此格外宠溺,几乎要什么有什么, 养成了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骄纵性格。 因此,对于一直不喜欢她,还多次拒绝的傅恒有着近乎病态的偏执。 再整整纠缠了她八年,让傅恒困扰到不得不远离, 在去了不同地方的大学后,才渐渐断了联系。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,却没想到谭倩不知通过了什么方式, 知道我是她女朋友,并找上门来的。 她说完,一边拿只手出来对天发誓,俊美的脸尽显可怜, 除了感到困扰外,我真的不喜欢她,也没和她有什么。 是我错了,没有和你提前说。 见我不说话,她继续道,我会处理好一切,你能原谅我吗? 我叹了口气,莫说话,算是莫许了。 且接下来的事情,也正如傅恒所保证的那样, 我再也没献过谭倩。 直到,我们结婚的那一年,谭倩出现了,在我们的婚礼上大闹。 以死相逼,以阻止我们结婚。 三,从电影院出来后,我问傅恒想吃什么。 傅恒却说莫胃口,想回家。 我只好恩了一声,草草结束了这次约会。 其实心累的不只是傅恒,还有我。 自结婚来,这是多少次了? 位数不多的约会,都会因为谭息的事情而变得不好过。 在车上,我望着沿途的风景,终是憋不住,开口道。 你不觉得,你总因为谭倩的事情,情绪起伏太大了吗? 傅恒顿了毒,皱眉,他跟我一起长大,总用这样的方式威胁我,实在是太幼稚。 我叹了口气,你又不是他是父母,你管不了,怎么老往心里去。 傅恒又沉默了几秒,抱歉,我会处理好。 是吗?我淡淡道,心里却早就不像以前一样,非常相信他了。 因为他们一起从小长大,之间多多少少会有些情感。 真的能处理好,就不会谭倩每次通过死亡危险的方式,拉扯到现在了。 而回应我的,是良久的沉默,以及复横手机不断的铃声。 我瞥了一眼,还是刚才的号码。 过一会儿,他手机倒是停了,变成我的响。 又是一个新号码,发来的是短信,你让傅恒接电话,不然我真的会去死。 我深呼吸了口气,实在是觉得窒息。 默默将陌生号码拉黑后,一路无言。 四,深夜两点的时候,有人在框框敲门,伴随着铃声,十分吵。 我和傅恒不得不从睡梦中醒来,一开门,竟是谭母和谭妇。 两人穿着随意,风尘仆仆的,黑眼圈极重。 我愣了一会儿,对他们的行为简直是二丈不摸头脑,但还是礼貌性的。 阿姨叔叔怎么这个时候来了? 快进来坐。 谭妇盯着我看了一眼,脸色不好,就不必了。 我吃了别,心想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,都爱无理取闹。 傅恒也在这时穿好衣服出来,刚打了个招呼,就被突然冲上来的谭母给了一巴掌。 傅恒猛了,我也愣了会儿,赶忙上前拦了一下。 就现谭母情绪激动一些,两眼泪汪汪的。 都是你,都是因为你,我女儿为你跳了楼。 什么?傅恒也愣住了,那一巴掌硬是城下,一句话莫说,赶忙问道,谭妾真的跳楼了。 伤势如何? 谭母一愣,继续大哭,死了,那孩子为你死了。 傅恒,你好狠的心啊,死了。 我瞬间清醒过来,如遭雷劈。 谭倩居然真的壮了胆子赶跳楼,然后还死了。 五,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我还有些不信, 因为谭倩曾不止一次用死亡的方式威胁傅恒,让她同我离婚。 但次数多了,多少有点狼来了的故事,让我没法放在心上。 所以,我不是很信的。 我瞥了一眼傅恒,不知她是脑子也被一巴掌伤坏了还是什么, 竟就在那里发愣,嘴里重复念叨着,死了。 怎么可能?她怎么有勇气去死? 我白了一眼,冷静下来,警察出示死亡证明了吗? 我知道如果是真的,在此刻说这句话再说确实是不太合适, 并且听起来过于冷血。 但我想知道真相。 见状,谭倩转过头来,怒瞪我,我亲眼看着她跳楼了,还能有假。 你怎么这么读? 抢我女儿喜欢的人就算了,还质疑我女儿的真心。 说到底,我女儿还不是因为你不让傅恒接电话才这样。 她的死由你很大一部分责任。 我挑眉,觉得好笑,不想受这气,回到,我抢你女儿喜欢的人。 傅恒跟我先告得白,关我屁事。 再者,把女儿养成这般娇生惯养,不让人信任的模样。 真的出了事,还是你们责任更大吧? 谭姆线说不过,就急着上前走两步打算给我一巴掌。 好在被傅恒眼疾手快拦下。 我瞥了一眼她,现她仍瞪着眼,拟了好几声,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。 与之相反,比起她的情绪激动,谭傅一言不发。 正想着,傅恒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给我使眼色,暗示我不要再说了。 我便忍了忍,张了张嘴墨说话。 只是,看着她此刻仿佛失去知觉,脸色极其不好的模样, 心里很不适滋味。 我和傅恒是正常的恋爱结婚,在她没有告诉我他们这复杂关系情况下, 我一忍再忍。 现在真的出事了,也能错在我头上。 六,谭姆差不多是在天微微亮的时候回去的。 她接了个电话,脸色一变后,估计有什么急事,便匆匆离开了。 只是走之前,不忘多给傅恒加了几句,都是你的错之类的话。 我叹了口气,回房间打算躺着。 却没想到,傅恒也跟没人是一般,躺在了我的身边, 从背后我抱紧我,对刚才的事一个字不提。 当然,我也不傻。 她不主动说,那我更不会给自己的生活和情绪添堵,自己提。 她问道,老婆,我们等一下吃什么? 还是先睡会儿。 我闭闭眼,再说吧。 毕竟这个情况下,即使再困再饿,都没这心情。 傅恒点点头,突然在我耳边一遍遍道,老婆,我爱你。 我沉默许久,终是在她越抱越紧的怀里,轻轻恩,的一声。 睡吧,困了。 我说道。 七,接下来的几天,我和往常生活的模式一般。 该吃吃该睡睡,该上班就上班,并没有怎么受到影响。 而傅恒就不一样了。 虽然生活上大差不差,但她的行为明显有了改变。 做事一向认真的她,此刻无论做什么都变得心不在焉, 平时对陌生电话避之不及,现在却一有电话提示就迫不及待去查看。 在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后,总冷着脸。 和她说什么,也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。 她在期待什么,我大概清楚。 毕竟人有了习惯,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。 而我,则因为体谅,大概能理解她心中的愧疚,也没有主动和她吵。 只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。 只是,随着她越来越久,总浑身是久未儿的晚归下。 我的心里,一次比一次不如滋味。 也从这一刻起,我隐隐约约感觉到, 我们的爱情,可能真的不是那么美满,快到了头。 八,事情的变化是发生在半个月后,谈欠的葬礼上。 起初,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,实在是觉得奇怪。 因为除了一部分的特殊情况,还真很少听说过在哪家的葬礼会在半个月后举办的。 思考再三,我未了必闲,再加上本身也不熟,和傅恒商量了一下,决定不去了。 结果莫想到的是,傅恒在回来的当晚,就给了我个惊喜。 先是一声招呼不打,比之前伪装的温和还要更过分。 在看见我后,整个人仍散发着一种生人物尽的气息。 然后,手里揣着一本笔记本,如带珍宝。 只看了我一眼后,就回了书房,一句话不讲。 我二丈不摸不摸头脑,喊了几次她的名字也不理人。 只好当她可能今天在葬礼上冲击比较大,硬是忍了一下。 结果洗漱完证,准备睡觉时,我接到了闺蜜的电话。 她的声音听起来格外急切。 我的姐,你快点去看微博。 有个顶着你和傅恒,呃,反正就是你俩的名字,ID,在疯狂抹黑你,说你是绿茶小三的之类的。 并且被热转了,有人在曝光你真人信息。 总之我现在转给你,你快去处理一下。 我,人在家中坐,锅从天上来。 九,在点开闺蜜给我的内容后,我一时间有些高血压。 首先第一个链接,是一个全新,IP属地和我这里一致的小号所发的一篇内容。 投稿给了一个比较有热度的营销号。 大概内容,便说的是她的闺蜜,某某,被绿茶白莲,小三抢走爱人后,逼着跳楼了。 整个叙述十分详细,有大概的时间,地点,完全和我现在所遇到的事情高度重叠。 我随意看了一下她对我指责的点,可以说含有了大量的编造与幻想。 就连举例也特别好笑。 例如,正常大学里不同小组之间的竞争合作,她就会声会色,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般。 说我怎么怎么恶意地为了复衡重伤她。 可当时,我并不知道她的存在和复衡的关系,也只是出于暧昧期。 甚至,我们都不是一个大学。 我气笑了,继续往下看。 发现还有不少类似这样颠倒黑白的事情。 而总结就是,她很惨。 不仅青梅打不过天将,还要被我这个坏天将针对,让她生活受尽委屈,逼着自杀。 我挑了挑眉,看向评论区的内容,也是五花八门。 有的感同身受,一同辱骂绿茶小三。 有的同情这个妹子,替她跳楼感到不值。 有的骂渣男,还有的,在试图巴我,找出真身。 我面无表情地,又打开了第二个链接。 是一个ID叫FHXA今天离婚了吗?的微博小号。 注册时间没多久,但很显然,这就是谭倩的账号。 因为XA是我,我名下镜。 而FH,则是复衡。 我默默翻着,发现最后一次的更新,就是谭姆跑来的那天。 而其中所记录的内容,除去我针对她的编造,就是她诉说对复衡的爱,以及部分因爱而不得后,有感而发的阴谋的内容。 整个账号营销的她自己非常可怜,就差说全世界的女的都对她有敌意。 我被这些颠三倒四的话逗笑了,又大概地翻了一遍。 在将一部分内容截取后,然后敲了敲复衡的门。 心想,谭倩八成是没有死的。 这一次,估计又是她全家配合她做的,逼迫我和复衡的威胁手段。 且一座座全套,线下葬礼逼复衡,线上引导网暴逼我。 又致,又无趣。 时,可惜,这样的套路似乎并不被复衡识别。 她脑抽了,在我第三遍敲门时,依然不理。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,忍着一肚子火,强行开了门。 结果险些被满屋子的烟味熏晕。 我被呛得咳嗽了几声,头疼不已。 傅恒,她之前可是从来不抽烟的。 见我进来后,傅恒抬眸看了我一眼。 什么事? 语气冰冷。 我皱眉,将手机拿给她看,语气比她更冷。 你的好青梅可不一定死了。 死了恐怕没有空去搞这些营销创作来利用舆论逼我。 傅恒看了一眼,沉默厚道,这不是说了,这是她朋友发的。 且他们家再糊涂,也不可能拿葬礼这种事情开这种玩笑。 网络上的东西,你不必放在心上。 我无语,看她一副对我这件事情漠不关心的样子,颇有些难受,我认为这与你说的恰恰相反。 你都跟他们家相处那么久了,难道还不知道他们家对女儿过分宠溺的程度吗? 如果这就是他们故意假死,假扮的呢? 傅恒又吸了口烟,不说话。 我不怒返笑,再者,退一万步来说,她真的死了。 你现在这个模样又装给谁看? 是她自己要去这样做的,和我们有一点关系吗? 够了。 话莫说完,傅恒突然提高了音量,打断我。 下镜。 她本来一个活生生的人已经死了,是因为我们没有接电话害了她。 你不断没有一丁点愧疚之心,还不会自我反思。 我莫名其妙,我愧疚什么? 反思什么? 反思我活该和你结婚,受这些委屈。 反思我活该爱惜生命,莫去跳楼。 傅恒别我对的一读,揉了揉太阳穴,那别的不说,你告诉我。 你为石魔从认识她开始,就对她敌意那么大。 她只是喜欢我,任性了点,你为石魔逼她。 我先是愣了一下,仔细回顾了一遍她的话,脾气也更薄。 将一直隐忍着的火气在这一刻全部发泄出来,我逼她。 对她敌意大。 要不是她发疯,我都不认识她,更不会和她有牵扯。 说白了,要不是因为你,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。 你自己对她心里有愧,可以,但别带上我,瞎放狗屁。 而且,如果真的要论对错,那么你,还要谈父谈母的纵容,才是她肆意妄卫的资本。 说完,我冷冷地看着她。 见她不说话,继续道,还有,复衡你最好记住。 如果不是因为爱你,我又何必忍到现在。 恋爱三年,结婚三年。 位数不多的吵架次数都是因为谈歉。 好似永不结束的魔咒。 如果不是因为舍不得,谁又愿意伸出这趟浑水呢? 十一,接下来又是一段约莫两分钟的沉默。 傅恒掐断了烟,起身披了一件外套,直接出了门。 我不想和你吵,并且人已经死了。 彼此冷静一段时间吧。 我没拦她,只默默看向了她放在桌上的笔记本。 原来是谈歉的日记本。 上面记载的内容和网络上造谣的高度相似,指责我的各种不适,以及编造我对她的挑衅。 但大部分更倾向于她在明恋复衡这个过程中的记载。 点点滴滴,酸涩而真实。 我叹了口气,不想再看她的这些东西恶心自己,只抬了抬眼,努力不让自己眼泪掉下来。 在这一刻,我总是搞明白了。 傅恒在看了这一本日记之后,她居然信了这些黑白颠倒,是非不分的假话。 而谈歉是否死亡的这个真相对傅恒来说,其实并不重要了。 因为她刻意蒙着眼,在读了那本日记本后,她认为谈歉真的这么爱她。 信了谈歉对她可以付出性命的的绝对真心。 再加上,她那么多年如烈火般的追求。 可能几年下来早悄无声息地在傅恒心中留下痕迹了吧。 不然又怎么会,明明睁着眼睛,却又自我催眠,一次又一次地装瞎呢。 十二,自那天傅恒出门后,她人就跟消失了一样。 公司找不到,家也不回。 甚至她的助理、秘书都找上了我,说有急事,让我帮忙打个电话。 结果也只是想了几声后,就挂断了。 而我,则开始处理网上的事情,将这些一一回报给谈歉。 我先是打电话给了警察,将那些恶意扒皮到我信息的人,全部一个不落地记录下来后,交给警方处理。 紧接着,我联系了律师。 挨个给带上我名字,跟风造谣的人,依次发送了律师函,并要求他们道歉。 顺带着,在思考了许久后,还拜托了律师帮我拟了一份离婚协议书。 最后,我找了一位闺蜜给我推荐的,信得过的,专做这类扒皮纹拿钱吃饭的写手。 以其人之道,还其人之身。 对他所编造的内容故事,依次进行反驳后,附上新的聊天记录,图片等一系列东西,做反击证据。 将到底谁才是小三这件事展现得清白明了,一针见血,虽说家丑不可外扬,且为了这种小事去和他闹,我确实也有些无聊了。 但谭倩先不要脸,在有时间和金钱的前提下,我可不想受气,平白吃这种亏。 十三,好在,我请的人们办事效率都非常高,且结果不错。 先是那些对我空口进行造谣的人都依次向我道歉,删除了所有造谣信息。 其次,是我因为花了不少钱学他买热度,再加上比他有理有据的缘故,成功让评论两极反转。 无脑骂我的评论减少,指责谭倩的增多,让谭倩在背后操作,想通过此对我进行心理打压的计划失败。 由此下来,我心情好了不少。 就在我觉得差不多的时候,几天不见的傅恒终于回来了。 他一身的酒气,眼底泛红,下巴还满是胡茶,一改之前的精英范儿。 我皱眉,正打算和他打个招呼,就陷他怒气冲冲上前,道,你在网上干了什么? 谭姆都打电话,给我说有人莫名其妙给他发骂谭倩小三的短信。 收到了不少,你是怎么搞的? 我挑眉,我不反击的话我也收到了呀,你问我呢? 傅恒叹了口气,语气不好,谭倩他人都不在了,你还有必要去和他争吗?骂他是小三吗? 我气笑了,心下一凉。 其实傅恒来找我说的这些话,我都早有预料。 毕竟现在的他满脑子都是江湖,人因为谭息的死,半疯不疯了。 我看了他一会儿,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,我用的是自己结婚前赚的钱。 用于维护自己正当的利益,你有什么好指责的? 换句话说,这是不属于夫妻共有财产,和你傅恒一点关系也没有。 听我这么刻意地跟他撇清关系,傅恒先是愣了一下,皱眉道,这是钱的问题吗? 我反问道,为实魔不适。 我自己赚那么多钱的目的,不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,和遇到这种狗屁事的时候不受委屈吗? 而你傅恒有又在干什么? 我的合法丈夫,一直帮着一个外人。 傅恒不畏所动,死死盯着我,都说死者未大。 他已经死了,你就不能忍忍,为这小打小闹,你到底和他争什么呢? 谭姆他们本就受了刺激,你又何必? 我深呼了口气,垂眸道,谭签莫死,我再说一遍。 好了,夏静,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尖酸刻薄的? 你之前的宽容和包容心呢? 我,我说不出话来,也没说话了。 不想再和他进行无意义的争吵,心中讽刺不已,你看,这就是我深爱过的人。 我深呼吸了,口气回到房去,手里再次摸了摸那份离婚协议后,决定再等一等。 等到谭签按捺不住出来后,看看两人滑稽的模样。 十四,接下来的三天,傅恒要么不在家,要么把自己关在书房里,或在阳台抽烟。 随时抱着那本笔记本,一会儿笑,一会儿哭,搞得自己不仅精神衰弱,还很狂躁。 我默默地看着这一切,心想,谭签确实做到了。 傅恒真的未了他发疯了。 可是,在傅恒心里,只有真正死了的他,才在心里有一席之味。 那等他真的出来,让他知道他真的没死呢?又会怎么样? 正想着,傅恒回来了,今天的他,看起来比前两天又正常了不少。 起码胡子刮了,整个人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狼狈。 他进门后,没有像往常一样无视我。 只是手里拿了一份文件,直愣愣地盯着我看,一句话不说。 我接过,打开,这是一份离婚协议。 我没说话,心下了然,只接过默默浏览了一遍,内心莫名其妙,觉得松了口气。 财产的分配很公平,比我让律师你的那份分配的还要多。 我又看了一遍,突然很想笑,也很释然,心中竟没有我想象中的难过。 其实他提出来也好,免得我折腾。 傅恒见我面上眉时抹表情,抿了抿唇,灰尘的脸,好似没有一点生气。 既然你看到了,那就找个时间签字吧。 是我对不起他,我会尽可能弥补。 十五,对不起他,尽可能弥补。 我嘲弄到,那你对不起的人可不止一个。 对不起我,对不起我父母,以及他自己。 他顿了毒,我前段时间也不该对你发脾气。 我只是,太难过了。 我想我现在会慢慢调整过来,但在最后,满足一下他的遗愿。 我,OK,停了,我不想听。 我打断他,我对你的爱早就一次次消磨了。 我想听的不是对不起,也不需要听。 所以,傅恒。 我同意离婚,我们好聚好散。 十六,离婚的过程比我想象中还要快速。 一共六年的感情,就是落得这般下场。 我默默拿着症,心想,三个人的互相折磨终于结束,以后就不再有关系了。 正打算离开时,傅恒突然叫住我。 他眼眶变得有些湿润,几次开口,又欲言又止。 最后,只到了四个字,好好保重。 我一瞬间有些无语凝噎,能看得出,现在的他精神状态依然很不稳定,性格变化非常大。 一会儿有病,一会儿看起来又很正常。 我瞥了他一眼,莫说话,打了个车走了。 只是透过镜子,看见他一直没有离开。 十七,回家后,新的生活重新开启, 我又过上了一段自由而新鲜的单身生活。 但我妈总担心我难过,便开始疯狂给我挑帅哥相亲。 其中一位,是个看起来很不错的人。 谈吐大方,文质彬彬。 可不是我的菜。 正打算委婉拒绝时,我收到了一条信息。 上面写道,有兴趣献一面吗? 我在你对面的那家咖啡厅。 最后末尾是两个字母,TQ。 谭倩。 十八,和我心中的猜想一致, 谭倩果然没有死,因此见到他我并不惊讶。 只是让我出乎意料的是,他受了伤,坐在轮椅上。 左手,右腿都打着石膏。 且脸色苍白,一副大病出狱的模样。 到这一刻,我算是搞明白了。 谭姆当时之所以慌成这样,估计是真的跳了。 所以才被吓得,用各种方式全力以赴配合女儿,为挽回复衡的心。 见到我,他笑,怎么样? 看见我莫死,你惊讶吗? 愤怒和难过吗? 我叹了口气,那你也太不了解我了。 你死不死,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不过你可真执着啊,一定要冒着风险来献我。 什么风险? 谭倩皱眉。 我无语凝噎,煞时间被谭倩的问话蠢道。 心中不由地再次感慨,他家里到底是对他宠成什么样了,才会这么单纯。 便懒得多和他说告诉他,他现在在复衡心里是死得最好。 换句话说,活了就不好了。 思考了几秒后,我淡淡道,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欺骗了傅衡不是吗? 你现在来献我,我完全可以录音,拍照证明这一切。 谭倩愣了一下,面部有一瞬的争鸣,那又怎么样? 我不怕你。 毕竟最重要的是结果。 那就是你和傅衡离婚了,他现在在乎的是我。 我,我手拍了拍桌子,刻意打断他的话,所以你就来找我说这个。 谭倩,那你可要抓紧时间了。 毕竟我和你不一样,为爱要死要活。 并且,我之所以退出是因为我默兴趣去陪你演。 两个女人要死要活,去争一个男人的这种戏码。 因为我的人生并不需要任何男人为我衬托。 所以,如果只是用这种方法来激怒我的话,你失算了。 见我这么说,谭倩有些恼怒,却回不了嘴。 只是脸色一沉,瞪着眼。 我撇撇嘴,顿时觉得索然无味。 干脆起身,准备离开。 然后在走之前,看了一眼他全身的伤,还是善意道。 通过一些让自己受伤的方式来惩罚别人,非常不值得。 疼痛的永远是自己。 所以,多爱爱你自己吧,谭倩。 我们后会无期。 说完,我便出了门。 将此次的通话录音保存好,并上传至云盘做备份, 我此次来便是为了这个,用作以后能保护自己的武器。 毕竟谁也没想到,谭倩会天真到这个地步。 在处理完这一切后,我松了口气。 接下来的一切,都将与我无关。 我从名为爱的束缚牢笼中解脱。 十九,接下来一个月后,我选择去各国旅游,放松心情。 并在旅行期间,听到了不少圈子里关于傅恒和谭倩的八卦。 首先是傅恒,听朋友说,他现在的生活一塌糊涂。 常常喝到昏迷,嘴里一会儿念到我的名字,一会儿念到谭倩的死。 所以,让人搞不清楚,究竟是因为离婚了,还是因为谭倩的死,让他一直没有办法振作起来。 除此之外,他还整日浑浑噩噩的,对公司不管不顾。 于是没过多久,正值上升期的公司很快就出现了极大的资金问题,运作出现困难。 其次,是谭倩。 许是因为那天我献了谭倩的缘故,他稍微学得聪明了一点,没有第一时间出现在傅恒的面前。 直到傅恒的公司差不多快无法扭转的时候,他才突然出现,告诉傅恒他莫死。 并带着谭母谭妇,给予傅恒了一大笔钱,帮助他运转公司。 但是,谭倩提出来的唯一条件,是需要他和他结婚。 而接下来的日子,也鸡飞狗跳。 至于当时那个场面是什么样的,很可惜,我在旅游,是看不到了。 二时,不过万万没想到的是,在结束第二站旅行回家休息的时候,我在家楼底下见到了傅恒。 比起之前他虽然销售不少,但衣着得体,感觉并不邋遢。 我有些惊讶,心想前不久才想双,这几天可冷了。 也不知他为何来,又在这儿坐了多久。 我多看了他两眼,默默拖着行李箱静直从他的另外一边绕过。 却被他十分眼尖地喊住,下镜。 我点点头,礼貌性地打招呼,然后继续往前,被他抓住了胳膊。 你说得对,谭倩没有死,他欺骗了我们所有人。 不,我纠正道,也就你被骗了而已,别把我混为一谈。 傅恒一时间有些语色,不知道说什么,却又不想我走。 于是声音软了下来,用我以前最拿他莫办法的声线道,静静,我们还有可能吗? 我从来没有爱过他,我只是,当时太自责了,不知道怎么办。 没有,我听着响吐,斩钉截铁道。 他苦笑,你就一点都不想我吗? 我当时真的很痛苦,静静,我择了一声冷冷回道,犯蠢一次就可以了。 傅恒你现在就只是我的前夫,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 如果你在骚扰我,那我们连是普通同学关系都做不到。 希望。